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接下來我們哲宗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燒的是菠菜玉米 菠菜喔 這個有的時候也是會被小孩打槍的 但是玉米已經是小朋友接受度算是很高的蔬菜 師傅現在爆的是蒜蓉 然後我們把這個蝦仁把它剝殼 這個是自己剝的蝦仁 然後我們把它稍微煎一下 那我今天用的是大量的菠菜 其實像這個季節冬天吃菠菜是非常好的一個蔬菜 因為它盛產好吃 盛產 然後好吃 然後物美價廉 我覺得在這個季節真的要多攝取這種綠色蔬菜 菠菜這種盛產的時候有的時候一大把10塊 它比葉黃素便利 對 真的 它就是天然的葉黃素跟維生素A 而且它的葉黃素含量在蔬菜裡面是數一數二高 所以盛產的時候你就把它當作葉黃素來吃 你們家女兒這個菜會打槍嗎 不會 其實她還滿喜歡的 這是你們家女兒三歲小孩可接受的食物 對 所以我剛才加了一些香菇 蝦子稍會把它翻面 香菇把它爆香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說甜椒就可以下來了 好 這個也是植化素很豐富的 對 然後小孩子你看到五顏六色很繽紛這樣子 它其實它就不會Focus在這個之後 綠色蔬菜或紅蘿蔔 甜椒 這種單一食材上面的一個焦點 你如果燒綠色還好 有些婆婆媽媽葉菜類燒到變黑 對 那個都會被打槍 會被打槍 絕對被打槍 不然就是吃飯吃到要吵架 要翻臉 來 我們現在拌炒的是玉米顆粒 然後我們把玉米彩椒把它拌炒一下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加入一點點的米酒 好 像一點點酌量的米酒 對 好 然後這時候我就是大量的菠菜給它下去 好 那同時間我們米師傅的菠菜 也讓它拌炒 現在也熟了 對 然後我加一些蔥花 然後我們用簡單的鹽 糖 胡椒粉 來做一點調味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簡單的調味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上菜試吃 不只美味 而且非常好看 那小朋友不喜歡吃菠菜 是因為菠菜有一個苦味 但是我們講你師傅做這道料理 不僅幫他蝦殼剝好 幫你的菠菜已經把它炒得沒有任何的苦味 那加上它的玉米 那個顏色叫紅黃綠 非常好看 我覺得小朋友會喜歡這道料理 然後大家可以複製 那我們今天講說保健食品 其實保健食品好像有吃 有薄餅 但是不見得有時候吃不對的保健食品 認為會傷害 我的尤其是 你有一些肝腎不好的 我